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回來了 突然回來了 沒有Jingle 忘記了 好了 這一節講一下娛樂圈的事情 第一節有網民 就鋪鋪了麥家琪 不知道大家記得不記得麥家琪 應該記得的 就說他現在拍片 講些什麼呢 我看見他九陰講多人心哲理 生活這樣 但網民呢 就只是關心他上圍出現下垂情況 而且腰間又不少醉獄 慨嘆這個歲月催人禍 這樣說 第一 他49歲 那 有些 跟以前的不同肯定的事 第二 他本身就算他十幾歲去參選港姐的時候 其實都是肉錦營的 他不是很瘦 他不是瘦的 但是真人就fit到都ok的 不是很大隻的 因為 他這裏就說他 嫁給大律師王國豪 2006年 因為其實2007-2008年 他兩夫妻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是一直跟我買東西的 OK 那時候 開頭 麥小姐 還給我一個電話 都好像很 有抗拒 好像害怕我們 後來當然都熟了 他私人都跟我炒很多貨 他說現在就開始拍片 也有大貨 急金的 講人生態度也沒什麼好說 就是他講人生態度 網民最喜歡的焦點 我看一下 那些網民真奇怪 這次我看這些 我覺得奇怪 可能我是看相片 看片 我看不一樣 我們先看麥嘉琪的相片 recall一下大家 這個是年輕時拍的 性感戲 你現在看到他們是比較欲看的 那時候是哪套的露點 他自己未 就算他未 未必是吐氣 好像是他未選 他選當時那次爆出 拿照風波 那時候那些拿照露點 那些拿照露點 就是那裡 就是那裡 那 有些圈中人跟我說過 曾正大波 就是有幾個 他 姚樂儀 楊雪薇 楊雪薇 就是那個 電波少女 他說曾是大波 那些可能是普通的 我說了幾個名字 我忘記了 他說這幾個很大波 但是你感覺到 他有點肥大的 但是 如果你看回他 選訪者之前 爆出來的那些拿照 他真的大 就是 我不看他的背後 厚不厚 他本身那隻東西 是 那隻東西 撤出來 四五磅也有 好大 好大 我看現在的照片 那些網民說是怎樣 這樣都看得到 那樣都叫肥 那也叫肥膠有罪 那怎麼看得到 是 我看不到 我看得到 是 如果四十九歲來講 嘩 嘩 你浪費氣了 再去 喏 就算這一張 我都不覺得他怎樣 咦 那是 那麼橙档 奇 什麼一百年 那麼橙档 一百年 那些 東方之珠再喪徽 好 沒有想就沒有 我覺得 太彈了 我覺得就 不太覺得他怎樣 那你說就算是 也合理 你幾十歲 其實呢 以我經驗呢 不是每個女人會到 有些女人六七十歲 都可以不到 是 不是 她的 她的 那些人 通常她的年輕人都是有些 就是十幾十歲 她本身的 那個結構 不夠實 很奇怪 大家一對球 有些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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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紅 那你棉花的 就很平常 她可能 就這樣 就是這樣 很奇妙 這件事 好了 巡忘 老頑童 就是 沒什麼好說 老頑童 現在就 她那時候 跌傷了 在青衣酒店 那揭開 原來 她的女兒 她的大女兒 都算混蛋了 跟她女婿 跟她大女兒還錢 賣了三層樓 用了幾百萬 然後又簽了卡數 又找她的老爸做 擔保人 然後走走 她的女兒和女婿 那我聽她 我這篇訪問沒有說 那時候我聽她說 我都沒辦法嫁給她的女兒 而且她覺得 以前她做拍戲 就很少 沒有盡到老爸的責任 等等 是 那 但是我也覺得 真的很厲害 而她那時候說 是這個女兒 和這個女婿最厲害 通常都是這些人 最厲害的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不甘直頻 扔好高霍怨 是吧 扔你 你怎麼都沒理由 扔你給他老爸 出錢錢還賣錢 扔你 然後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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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兒會這樣說 地方 她女婿同意 她女婿說 不要說是她女婿提議 實際是她女婿提議 她女婿說 那怎麼辦 走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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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後這 madame 你女兒都會覺得這樣兩薄 但是兩夫妻都是這樣 她就說現在住在大房 健康狀況比以前好 收了60磅 去到老人院可能真的要逼她減肥 那時候可能成300磅 走一走不到就不行 據說秦皇現在有社會社福機構 每個月有一萬一元 住院津貼 和四千元中援金給她 經濟情況就不算太差 也不會見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你的津貼也可能剛剛好 至今最令秦皇放不低 其實是不是秦皇說 還是你們去溜 因為這些報導多人喜歡看 那些人很喜歡看 香港男人被大陸女人騙的 這些報導 何馬都有這個報導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女性聽眾喜歡 因為香港男人被大陸婆婆滾 實在太多了 你了你了嗎 不要說走滾麻的人 滾了錢 走下去 最後又回來 香港女人通常都有一些義氣 又在看做老爺 但心計不矩 跟她喊三喊四幾十年 你被女人這樣滾了 所以呢 就算在2012年 我們什麼踢劫 基本上你問那些女人 說是住山頂還是撥麻地 個個都很形容 阿華切齒 阿華切齒 因為她老公 她當然不會說她老公有份 但她老公 你過去那十幾年在上面 你怎麼想呢 是吧 但是我都覺得這些 抵抗了 她說秦皇追訪不低的 就是跟她二十幾年 小去三十歲的內地情人 Mary 她坦然 跟對方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Mary連女兒 都是去功還去讀書的 說要養她 又說 不介意Mary 為了下一代 跟其他人發生關係 說到發生關係 那個女兒不是跟從杏先生 不是跟從杏先生 那時候說給她 找其他男人 就借一種 但是她都說不介意 她說 都幾大方 她坦然 久不久會想起 早年已經將湖南物業 送給Mary 兩母女的事 都成為過去 你說她是不是放不下 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說她是不是還有感情 都難說她老婆走了這麼多年 對不對 就是有個感情 Mary都跟她這麼多年 其實你要這麼說 跟她二十幾年 最後三十年 她給了你 那你還想怎樣 給她一層樓 就算是這樣的 好 當然要說一下中年好聲音 不是三 三還沒有 二先 鄭梓浩被控渣男 女方公養她七年有外遇 又說自己姓武林 握寶品說很多負面新聞 當然我沒有看 因為我自然沒有看中年好聲音二 中年好聲音二 中年好聲音我看過幾段 那些散片段 因為我在去 林平 今天呢 又有TVB 又有高層上來來買東西 是嗎 OK 不是駱小姐嗎 不是 高於駱小姐的 我們一向都是我這樣的粉絲 是 講開 我沒有問這些 是嗎 那 我也有表達我 我問她要不要搞我 拿到盡 起碼休息一下 別人一季季 趁她還熱 那時候搞我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她暫時 真的有收視 是啊 好 我也是聽我說的 搞你了 搞得好像百萬富翁也好 總之問答案是實點的 總之互動 你唯一的 因為你始終有百幾萬人看 你怎麼看你也有百幾萬人看 TVB 那你這些事一有互動呢 是會爭很遠的 互動不是一定要人禁入你 因為那個禁不了 但是在家裡一起回答問題 那些就是個人 所以其實現在呢 甚至乎不可以 限於你的政治 你甚至乎可以 我甚至乎可以 可以在黃金時間 播舊劇 不過有道獨 都可以 就好像以前 三角戀儀 道獨 當然了 撞她來的石頭 逢龍路走開 撞框三角就 不過她都可以的 是不是死都是逢龍路 好久了 有十年八年 可能有 譬如這個電視劇狂潮 在當時掀你什麼風頭 什麼風頭 為什麼那時候會這樣拍呢 那時候我們看街景 那時候這樣 我們拍這個抉擇 那時候很多越南船民 來了香港 說香港面對這個很多問題 也都用這個越南船民 就寄餘 開始我們八十年代了 就面對這個九七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是 九九九九九九 好了 這樣做 好了 那你這個什麼 道獨 就真的未必敢做 現在 是吧 譬如黃金時間 是吧 你可以很多舊劇 你真的可以播放 但是最怕就是 嘩你了 那些人說 嘩你了 我們不想看的了 你又不要理 你就試一下 我不知道你製作什麼 你想想 那些大時代 去年 前年 大前年 深夜播 他都不想要七八點 深夜 11點幾 那你黃金時間 分分鐘就好了 我們再製作 到讀就好 好 我們先看這個鄭子浩 鄭子浩 五十幾歲 五十五歲 五十五歲 刑仔 是啊 那你的樣子 不去爭啊 老院 你有沒有怎樣說得通 下一張看 看身形也是 鄭子浩 鄭子浩 支持你 有些這樣的事 應該有的 廣播到Fancy Sun 事件 是嗎 那麼紅嗎 那些歌詞 好 回來 這個鄭子浩 這個中聯號聲音第二集 十一強子報的 十一強子報的 原名鄭家駒 那被前女友聽公生指控 就差難 這個說話真是最麻煩 前女友的事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很奇怪的 就算真是正確覺錯 Fancy就是Fancy 你定一點 不論是非 只夠立場 好了 原來他和王菲一起出道的 一齊是新麗堡的歌手 好嗎 但是 據他講 我沒有印象 當年簽約前 就遭爸爸極力反對 好在 媽媽拍胸口幫忙簽約 那如果現在 那時候八九九零年左右 那都沒有理由 沒有這麼小 你五十五歲 今年 是嗎 五十五歲 如果要媽媽幫忙簽約的 就要三十七年前 起碼 三十七年前 我就數到八七年了 那差不多 如果差不多 王菲也是 我八七八八年都買 王正文的碟 好了 許姑媽也是圈中人 許姑媽是哪個圈中人 十八樓私座 飾演長嫂的朱雪梅 那朱雪梅就不只做長嫂 長嫂不是垃圾婆 通常他們做幾把聲 好 好 但最後 因為敵不過翻版潮 選擇退出 OK 因為紛紛破裂 翻版的時候 有翻版的歌嗎 翻版已經是九十年代 老實說 如果他有出過唱片下 好像有一首 那時候蔡興倫 應該是這樣說 可能是因為他才唱片二 敵不過翻版潮 那些新人 這樣就好些 不是你 被人翻版 蔡興倫那些有些歌 蔡濟文有個 蔡濟文 拿個同獎 蔡濟文拿個新人獎 蔡濟文拿個新人獎 蔡濟文跟我追女兒 追我的女兒 那怎麼辦 當然卑敗 跟我追女兒 不必講她卑敗 好了 因為婚姻破裂 回流香港參加中年好聲音二 十一強止步 但成功簽約TVB藝人 不時出席演唱會 這樣 這樣 之前更加 和其他參賽者 一起舉行演唱會 這些一定會 她有兩個兒子 但是 因為她婚爭失敗 其實沒有問題 婚爭失敗 才回來香港 但被光分手不久的女友 Grace 就挺身 這個Grace又爆出來 又是張 誰的妹妹 孫耀威 孫耀威的妹 不是 Grace不是 另一個是 是 第三個第三者 是 是 是 不差我孫耀威的妹妹 老實講 你也選擇食物 鄭子浩都選擇食物 這個款式 可以受嗎 OK 好了 錢 好了 今下向傳媒提供多張合照 和對話的截圖 控訴 說 鄭子害渣男 其實她是不是渣男 只不過是別理 說真的 或者你不能忍受她 紀錄沒有你帶 你不能忍受她 有小三小四小五 如果不是 你就養她 她算厲害 幾個女兒都養她 不是啊 所以我覺得她很厲害 幾個班主 Grace說 本來兩個是初戀情人 原來有個這樣的過去 OK 但是2017年 從餘後 從妍愛火 拍拖 拍拖七年 即是拍拖到2024至今 其實翻拖真是最容易的 所以各位 如果跟你的初戀情人 初戀情人 我老實說 不要那麼肉酸分手 留一條線 第四個拆一下拋 是的 為什麼呢 很容易的 就算她 大家的家庭也好 以前被你搞過 現在被你搞過 現在被你搞過 覺得對不起她老公 說對不起她兒子 但現在不是 其實我被老公 早前都慢慢跟你一起 行鳴屎 什麼都做齊 而現在 當她的愛火重燃 他都沒有什麼 不會黑了 對不對 又不會 知道 Grace說 他們兩個人初戀情人 2017年從餘後 愛火重燃 至今拍拖七年 一直由他供養鄭子浩 他說花了幾百萬 就是為了幫他一元歌手網 結果他就抽了 這個 中原好聲音 中原好聲音 拿來花了幾百萬元歌手網 平時吃吃的都要計算 下去元歌手網 我們不可以這樣 2017年11月 他過了五十萬元給鄭子浩 找卡數和交租 公食公住 更加肩負起鄭子浩 大仔肌肉萎縮的醫療費 他真的挺好 挺有情義 挺有情義 因為他是錯亂情人 他都五十多 有些精神能力 還有小孩子有事 去年12月 其實問題就是這樣 他發現鄭子浩好像有外遇 發現他在佛山 和小三 這個都不是阿四 有親密片段 他才承認 原來每次回佛山做抖音直播 就叫小三出來提供性服務 有喔 即是說 他認叫雞 一轉正 記住 轉正都不可以認 真的轉正一會 你一成之間 你不懂得鬥 不懂得像我這樣 你唯有認就是要認叫雞 真的不能認他是 女朋友 其實都沒有 沒得認 你不認是我 人家造童不認得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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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揭穿他 哄這個小三 給了幾萬元租車 還有買大小的機票 小三在大陸那條女 大陸妹都是貼他 是啊 都是個個貼他 好東西啊 屌你了 好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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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覺得是好東西啊 你大陸妹哥 只有你拿東西 只能為香港男人 針一口氣啊 即不像阿里龍姬這樣 另外 再揭他有小四 對方是揭了婚 人家是媽媽來的 更加是半個圈中人 怎麼能夠說他是半個圈中人呢 喂 孫耀威是 圈中人的 是嗎 因為他妹妹都有參加中型的聲音 OK 在那裏認識的 是 這樣就沒得說了 好嗎 Chris說自己接獲大仔求助 才揭發事件 喏 他說接獲大仔求助 那個大仔是不是阿鄭子澳的大仔 不知道 他是 是啊 根直指 鄭子澳自稱中了COVID 影響到性能力 其實 其實關甚麼事呢 其實是中獄過度 令到性功能出現障礙 就騙Grace買六尾巴丸去進補 而五月份 趁Grace歐遊的時候 就回家 拿了所有名牌衣物 就傳短信 再提分手 對了 拿了些名牌 先 還有覺得跟你 差不多要有新一頁 做歌手 還有他厲害 你那裏 他軟臨臨 都一樣 來 等一下我先說 Grace直指受盡折望 渣男本色難以 決定站出來指控他 即是被人吃了 就不吃了 OK 其實 為甚麼我要分析一下 為甚麼鄭子澳 要分手呢 是否覺得已經拿到盡呢 才知道 如果不是他要分手呢 我覺得 因為你幾歲的人 你又離婚 有個女朋友 因為他要吃這個 吃這個 吃那個 也不知道幾個人 為甚麼呢 我現在分析給你聽 大陸那個沒有關係的 你又不會 不能拿到盡 他就拿到香港 香港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這個半個圈中人的小四 燒了一個妹妹 沒有關係的 他有老公有兒子 他又不敢爆大鑊 現在這個爆大鑊 我可以分手 除非他發現 這女兒已經沒甚麼錢 我不知道 好 鄭子澳 當然要出來回應 因為他現在剛剛起頭 想著屌尼一分鐘起圍 要有這種款式 隨時 不要說是紅起來 真的再有得吃 據說是在紐西那時候 幫人剪刀法 都吃過很多美女 就好 聰明了 沒有關係 我們很厲害 口氣和那條你都厲害 屌尼有這種款式 又唱歌 又夠薑 不是食女 天屌尼我支持你 你好你了嗎 浩哥 好了 浩仔 我比你大 我們看看他是甚麼 他說 列出了五點 他澄清的 但我覺得他澄清得 不是那麼好 他說今次消息曝光之後 鄭師傅形象插水 大量歌迷會脫粉 會不會 我覺得未必會 所以今早透過粉絲群組 反駁有關指控 第一 有關片中談及出軌的內容 本以為是跟前女友Grace分手後 可以回到朋友關係 所以還有跟對方聯絡 作為男性就當自己錯 不想跟他計較 其實早已跟對方分手了 即是說 戴向寶正面回應 小二、小三那裡 小三、小四 只不過是回應 我沒有出軌 因為我已經跟他分手了 但其實 你是有小三、小四 即是 那些人真的不肯認識 我讓我再說一下 第二 關於小三提供性服務 其實根本沒有這個人出現 回大陸做抖音的場地 都是公司直播間 在場的同事可以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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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直播間沒有小三 在場的同事 不能夠做證 你在酒店裏面會不會有小三 第三 莊揚藥純粹亂講 第四 不會回應 第四 有關前女友Grace 說出錢出力幫她尋回歌手夢想 其實分手的最終大原因 就是因為大仔病 而她反對大仔回大陸求醫 所以在醫院期間不斷來騷擾 其實就似乎 Grace就真的有情義 剛才她說是因為接獲大仔求助的 我不知是否會接獲鄭子的大仔 但是 起碼她們會為了大仔 我兒子的大仔 會有arguer 譬如說她反對大仔回內地求醫 當然反對大仔回內地求醫 是不是純粹是因為 覺得大陸的醫療沒有那麼好 還是因為她怕鄭子 又說要帶他兒子回大陸求醫 就很多機會回大陸 又會滾嗎 不知道 第五點 她說回大陸發展做直播 每個星期三次 如果前女有Grace 真是所說的 給了幾百萬費用 自己還想這麼勤奮做直播嗎 她說如果真是在大陸做直播 她說純粹為了努力賺錢 醫療病 OK 首先 幾百萬 你現在回大陸做直播 是這一排的事 是這幾個月的事 那你在過去七年內 你怎麼形成 她沒有說這幾個月才給幾百萬 第二 那真的沒有衝突 就算她繼續給你錢 你以前沒有名字 如果有名字 有機會賺錢 就去賺 她女朋友當然說 她今天是大話精 她說小三條片 在二零二年十月四號拍的 至於分手 我們分手時間是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一號 她對方說謊 其實就是慣性說謊 她說至於買壯陽藥 她說鄭小浩前經理人李祖衛一早知道 她再次強調 說的是事實 並沒有誣衊對方 但是呢 一個跟你有這麼深厚感情的女人 你可以令到她要劈爆你 你就是你失敗之處 應該怎麼做呢 表里落母好運簡單 你現在沒有結婚 嗯 55歲 表里落母是 關於Grace 指出 我那幾點我真的想說 其實我是一個精壯的男人 離婚 帶著兩個兒子 我當然有經濟壓力 在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她是有支持我 在金錢上 我在其他方面 支持我生活 又幫過我兒子醫病 我很感激她 但是感情 就不是用感激可以制什麼的 所以我終於在去年十月 就一如她所說跟她分手 這個是事實 那我日後如果能夠 經濟上有能力 又或者其他方面 那我只要她當我是朋友 我都仍然是會 一如過往這樣的 只要你說我 在上面有小三 我只是這樣說 我作為一個未婚的男人 又未穩定的感情 那我 又是一個女人 又有幾個奇 甚至乎你說 我 吃小四 又有幾奇 我這樣有贏 是吧 只要我不能 我對著她 就不可以 是吧 賣贏水 我真的覺得 尷尬你 起碼我 尷尬你不要 是這樣的樣子 尷尬怎樣 又不是你 又不是我老婆 但是呢 似乎 我就可以用這件事來檢視一下 如果 粉絲未必會走 我跟你說 電視台就沒有走了 未必夠膽跟她 喂 農屏都沒有事 沒有事了嗎 沒有事了嗎 沒有事了 我就沒有事了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事 最緊 要有事 要有事 就是農屏那條拼頭 叫什麼名字 邱華葵 我老婆 是 那個人就看她有沒有事 是 尷尬你老婆 有沒有事 與農屏有什麼問題 好 農屏有什麼問題 好 上來那裏 接受訪問 做朋友 我們什麼 Hello Kiss 尷尬你有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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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你有沒有事